前不久,北京市宣武区交通大队的民警在夜间组织了突击检查 在蹲守的十字路口截下了几辆闯红灯的轿车 您那处五百元外国夜间组织了,您有权整理我身边 加半价钱两块钱的驾上 差点红灯了吗? 我没有跟着前面的车过来的 我跟前面车过来的,没注意 我没看见 这位司机在夜间行车居然不看信号灯 那么另一辆车的司机又是怎样解释他的行为的呢? 您不照我,我今天有突出情况 您的转红灯违反交通法律制定 觉得展扣您的驾驶占 别别别 您有权陈述我身边,别躲 您有权陈述我身边 您留附证吧,我拿那个驾上走 别炸我 你刚才看见红灯了吗? 我看见了 在接下去的检查中,民警发现 这名司机实际上已经喝得大醉了 我现在就问你,喝了没有 喝了,喝了多少? 知道,喝了多少? 我真有听,真知道 你这喝了酒以后还准备炒红灯? 我真没看见 刚才你怎么说的,刚才我知道的是红灯 法规的哪条写着说有急事你会炒红灯 哪条写着说你喝了酒以后还可以炒红灯? 不应该 先手上给你个扣开 先手上给你扣开 先手上给你扣开 请您把把车里的误件 都误给他,这是车得软到 不行 因为你九后不能再开车了 对于这起九后驾车夜间闯红灯的事件 交通民警对司机处以500元罚款 这样做依据的是首都今年出台的 新的交通法规的有关规定 白天的京城车辆拥挤 而一些车辆乱停乱放 加剧了道路的堵塞 这些乱放车辆的司机 现在要意识到 这样做的结果 可没有过去那么轻松了 过去只是对这个事务车 和这个故障车就作为处理 罚款呢 以就是银行交纳5块钱罚款为主 现在的新法规一出台了 主要是这种违章停放的车辆 和这个5号牌行驶的 处理上这个罚款的力度也加大了 比较严重的阻塞交通呢 以200至500为主 首都新的交通管理规定 从今年1月开始实行 它的整体精神是要加大执法力度 尽量减少交通事故和违章行为 1997年呢 我们国家交通事故上升到30万级 死亡了73800多人 受伤了19万 平均每天死亡203人 交通事故居高不下 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人 无视交通法规的存在 不断侵犯他人的安全和利益 在北京郊区一所监狱里 关押着54名交通肇事犯 他们都是因为盲目自信 伪张操作 造成重大交通事故 触犯了刑律 我大概那天算了算 我在一斤半九左右 不到一斤半反而也 已经要出去了 斯某员是外地驻京机构的司机 一次在大量饮酒后 驾车夜行神志昏迷 将一名杂志社的编辑撞死 尸体落在了汽车的后车斗里 竟毫无觉察 我们都没有感觉 然后第二天早上到家以后 这酒也醒了 一看车上还有一个人呢 在这次重大事故发生之前 孙某也曾因为酒后开车 受到过批评和处理 但他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直到惨剧发生 其实不少的交通事故的肇事者 都曾经伪张受过教育 却不思改悔 原来我北京市呢 有一个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 一个若干规定 这个规定呢 已经用了近十年的时间 这样的看呢 随着社会的发展 和机动车大量增加 交通的需求越来越大 我们原来的法规呢 已经不适应目前 首都交通管理的需要 今年北京在经过 认真调查研究之后 推出了新的交通管理规定 和机动车驾驶员管理办法 对那些目前危害最为严重的 屡罚屡犯的伪装现象 加大了执法力度 像闯红灯乱停车等 罚款由过去的几十元 提高到200至500元 街面上的这些个严重违障 严重违障 直接影响秩序的 直接影响安全的条款 这都做了调整 加大了处方 比如这个机动车闯红灯 最高的在晚上可以罚到500 以前只是罚款5块 好多的司机啊 他都不怕 咱们过去一下吧 几天前 首都交警部门 组织了全市的 夜间交通安全检查 你因为什么情况被扣下来的 闯红灯 说我怎么走 你没注意 根据咱北京市大陆交通管理规定 现在决定斩扣你的假日 夜间闯红灯罚款多少你知道吗 好像几百 我还没注意 几百 真没注意 300到500 指导员这是怎么回事啊 刚才这个15路 由南向北行驶的时候 到路口遇到红灯以后 没有停车 应该说伟章的司机 在拿到驾驶证之前 都通过了交通规则的考试 可在这之后 交通规则便被伟章人扔到了脑后 有些司机呢 他这个还有侥幸心理 他认为晚上 第一警察下班了 第二呢 相对车辆减少了 所以说他们呢 为了这个早一点下班 或者是其他的一个什么原因 就忽视了交通法规的尊重 所以出现了这个夜间闯红灯的现象 您觉得像这种情况 就是说光有这个新法规出台 这个执法是不是也还要加强这种力度 所以说呢 正向您所说的 我们现在呢就针对夜间抢红灯 这种伪装比较突出的现象 所以说呢 专门组织夜查 进行专项整顿 如果要处罢500的话 那我就三天白干 处罢一次 印象是不是太深了 法律法规的建设 要结合实际 及时回答生活中提出的各种问题 有关部门的统计表明 目前司机酒后驾车的行为十分严重 而过去交通法规对此缺少不过的约束力 前不久 北京石井山区劳动局的一名司机 与四个朋友一起饮酒吃饭 在回家的路上 司机酒性发作 汽车失去控制 开到了河里 红车的一名女同志溺水身亡 民事损害赔偿上 它有一个原则 就叫过错原则 我劝司机喝酒 我明知司机喝了酒 我还乘坐他的车 当然了我的一切安全 一切责任都全交给家庭了 我自己没有责任 这是也是不可厚法律的 相关法律的规定的 根据这类事故的教训 北京市做出了规定 司机酒后驾车 知情的同车人 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如果这司机喝了酒 您乘坐他开的车 也是一种违法行为 您知道吗 知道 知道 这等于您知道这件事 但是您还是跟你会喝了是吧 是 决定对你处罚十至三十元 请你交纳罚款 您是什么朋友过来 还真不知道他是喝酒吗 不知道 这不让他喝酒吧 他当大酒吧 林大门都闻不怕了吗 没有鼻炎 鼻炎 鼻炎 真的 鼻炎 让医院发现 鼻炎 鼻炎 酒后驾车 不但他的生命是受到危险 您的生命也突然受到危险 吃饭六点多吃饭的时候 跟他喝着酒 然后就吃饭了 这个酒后 喝点酒 原来讲 那不能走开车 人临时有事 找我 那你很清楚 那你开车才是其他的办法 我真是没找出 虽然在新法规的执行过程中 有人不太理解 但多数市民 对于整顿首都交通秩序 持赞成开议 反正就是开车的方面 各方面都注意点 对着也有好处 反正尽量的活都不拉了 也不愿意违反法规 反正我们觉得 有些地方还可以 有些地方反正是比较吃重了一点 我们非常赞成 执法应该还要严格 如果你有了法不执行 本来没有 对于交通伪张的罚款 北京市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 按规定 执勤民警只能收取50元的罚款 更高的要由伪张人交到银行 然后统一上交财政 对交通法管 我们一直严格管理 通过银行 扩展到财政的账户上来 实行受制两线管理 全额用于 交通管理的现代化建设 虽然新的交通法规 出台仅仅几个月的时间 但人们认为 它的确改善了首都的交通秩序 时间虽然说不长 但是跟以前相比较 它伪张的现在很少了 一部法规最主要的是 它应该具有威慑力 它应该告诉 起到这个宣传教育 是不是 警戒人们自己行为的 这么做 否则的话 这部法规不成功 我们想 违章现象会减少 罚款额度提高了 总的政府的罚款收入 会要降低 因为违章的人少了 说起来 交通法规可能是一部 人们了解的最多 也被触犯的最多的法规 很多人在违反交通法规的时候 可能都抱着这样的心态 被警长逮着了 这叫违反交通规则 没逮着叫侥幸 实际上在拿自己 和他人的生命冒险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重罚并不是交通法规的目的 而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手段 对那些怀着侥幸心理的人 进行严惩 同时给旁人做出警示作用 所以也有人把这种重罚的法规 比喻成一个高压电网 这个电网的存在 并不是要电所有的人 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警示作用 警告人们注意保护自己的生命 严格地遵守法规 好 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焦点访谈节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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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